嘿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其實我原本正在準備另一支詐騙案的影片 但昨天半夜看到一個非常讓人震驚的新聞 所以緊急插播一下 什麼事呢 就是韓國的科學家剛發表了一篇論文 宣稱說他們做出了一種 常溫常壓下的超導體材料 叫做LK99 而且這個材料的合成方法非常簡單 簡單到什麼程度呢 就基本上你照步驟教 一個高中生就做得出來的程度 然後這件事就在全世界炸開來了 現在應該全世界研究這個領域的實驗室 都在趕工啊 看能不能復現 如果真的能成功的話 等於是直接保送諾貝爾獎 甚至網友開玩笑說 這個如果是真的啊 諾貝爾本人都要爬出來給他們頒獎的 因為這真的是找到人類現代科技在追尋的聖杯 先簡單介紹超導體 那如果您知道的可以跳過啦 超導體顧名思義就是電阻幾乎等於0的一種材料 我們平常電力傳輸經過的電線或是各種電器 反正只要需要傳輸 一定會伴隨許多能量耗損嘛 但超導體就是沒有 你輸入100%的電出來就是100% 完全無耗損 再來它還有一個特性就是抗磁性 就是能把它放在磁鐵上 會有一個懸浮的現象 稱為麥斯納效應 那為什麼說超導體材料就是人類科技的聖杯呢 第一個能源效率 前面說的嘛電力百分百輸入百分百輸出 完全沒有浪費耶 就能大幅提升能源使用跟儲存效率 然後用超導體做晶片 所有電子產品電腦通訊裝置 運算能力跟速度都會大幅提升 而且功耗大幅降低 交通上超導體可以做磁浮列車 速度超快超穩超節能 醫療上可以大幅改進 核磁共振影像的成像技術會更準確 甚至超導體材料在核融核發電 也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這都還只是冰山的一小角喔 基本上人類科技各方面如果有超導體材料 都是極大幅度的提升效率 但問題就在於 現在的超導體不是做不出來喔 而是它們只有在極端環境下 才會有超導體的特性 要嘛是極低溫 要嘛是極高壓 像我們大學實驗也有核存過超導體啊 算是所有實驗裡面很簡單的一堂課啦 還可以帶回家做紀念喔 但要讓它維持超導特性 就要用液態氮降溫到-196度C 這還只是實驗室環境喔 你想像如果要應用在各種產業上 光是要維持那個低溫的成本跟耗能 就完全不值得你這樣做了 會完全本末導致 所以如果有一種低成本 而且在長溫長壓的自然環境下 就能有超導體特性的材料 這種材料一旦做出來 那真的是再一次工業革命 完全不誇張喔 前幾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蒸氣時代 第二次電氣時代 第三次是資訊時代嘛 第四次就是超導時代了 好那具體這邊論文說了什麼 這東西怎麼合成呢 主要有三個步驟 第一步合成出這個東西 這叫黃鉗礦 那這東西自然界有啦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合成難度有多低 把氧化鉗跟硫酸鉗的粉末 各50%在乾鍋中混合 然後用725度C加熱24小時 對就這樣高中化學程度吧 第二步合成零化芽銅 把銅跟零的粉末按照比例 在乾鍋中混合 把混好的粉末密封在真空管裡面 就丟進去玻璃管裡面抽真空啦 然後用550度C的溫度 加熱48小時 第三步 把剛才兩個東西磨成粉 然後在乾鍋中混合 再放入真空管裡 用925度C加熱5-20小時 就完成了 長這樣子 對就這樣 就基本上你叫一個高中生來做都可以啊 真的簡單到讓人傻眼的程度 網路上還有人笑稱說 這跟古人鏈丹差不多了 LK99是一種六邊形結構的晶體 從上面看長這樣 從側面看長這樣 並且在超導態的時候 在垂直方向上會形成一圍的超導鏈 首先進行電阻測試 一邊通電一邊改變溫度 發現大概有幾個階段 在60度C以下時 電阻是虛建於0 60-105度電阻緩慢上升 105-127度電阻只有區域平緩 最後在超過靈界溫度127度C的時候 電阻值直接跳上去 這時候就脫離超導態了 再來量測磁化率 重點在於 重軸素質都是維持在負的 代表是具有抗磁性的 也就是超導體的特性 他們還提供了影片展示 可以看到 這塊磁鐵上放的這塊LK99 有懸浮的現象 而且明顯是在 常溫 常壓的環境下達成的 當然它有一部分是垂下去的 這個應該是因為合成過程中 產生的雜質不均勻導致的 這需要未來製程的改良 但懸浮的那邊是真的浮起來了 所以超導 抗質性 兩個超導體的特性都滿足 那麼照這篇論文所說 他們真的做出了一個 在常溫 常壓下的超導體 而且合成的方法超簡單 成本超低 高中生都做得出來 當然這時候一定會有人提出質疑 韓國又不是什麼科研大國 又不是歐洲 美國 日本 一大堆諾貝爾獎的 韓國也沒有科學家拿過諾貝爾獎 這真的還是唬爛的 而且超導體這個領域 最近就有過好幾次 學者造假的事件了 首先是真是假 不能先入為主 一切都要看其他實驗室 能不能復現 能復現就是真的 不能復現就是假的 一翻兩瞪眼 現在全世界應該 所有研究這方面的實驗室 都在做了 可能下禮拜 甚至最快週末就會有結果了 再來就是 如果他們真的想造假 那這手法真的太粗暴 太粗糙甚至可以說很蠢了啦 就正常來講你要造假 你要選一些很稀有的原料 合成方式很複雜 測量方法很難的東西來做吧 這樣別人質疑你的時候 你才有轉環空間 才能把時間拖長 才能打迷糊仗吧 LK99這東西 合成有夠簡單 測量也有夠簡單 而且這幾位研究人員 我看了國外網友的評論 的確是在這個領域 深耕幾十年的學者 不太有可能會用這種 極度粗糙的方式 來讓全世界打自己臉吧 這感覺就很像說 你想要用假鈔騙店家 然後你直接去書局 買一疊玩具鈔票便條紙 正面印玩具銀行 便片來空白單面的那一種 然後拿給店家說 我要買一碗蘆策飯 正常人都不會這樣做吧 就你要造假 你好好會研究一下 真鈔的材質 上面有什麼浮水印 防衛標籤要做吧 要稍微弄得爛爛舊的 比較好騙吧 要造假也要下一點功夫的吧 不過反過來說 當然也有可能真的就是這樣 總之等全世界其他實驗室做出來就知道真假了 但如果是真的 那真的是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這絕對絕對會是人類科技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 我們有生之年內 人類科技就可能會進步到 科幻小時候那種程度了 真的不誇張 這東西就是這麼厲害 到時候其他顯示結果出來 大家就回來這支影片 看是嘲勝還是嘲笑了吧 啊有概念股的話也可以透露一下 好今天這支影片真的比較趕一點啦 如果有疏漏或是錯誤的地方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囉 最愛喜歡的人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頻道 還有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剛才剪片的時候傳出一個案外案 就是其實這篇論文在archive上面發表了兩次 而且兩次是不同人發表的 間隔只有不到2.5小時 仔細看會發現 明明同一個研究 畫名的作者卻不同 第一篇是由李、Kim跟Kwon這三位作者掛名 第二篇前三位作者是李、Kim跟Hung Tak Kim這位作者 而Kwon則不在上面 這個Hung Tak Kim剛剛接受的採訪說 第一篇論文發出的時候他根本不知情 也沒有他的許可就發表 而且他覺得那篇寫得很不完整 還有很多缺陷 但得知論文被發表後 他才趕快把第二篇比較完整的拿出來上傳 另一篇的李跟Kim則說 他們從1999年就在研究LK99這個材料 但沒經費 為了獲得經費呢 條件是要接受知名教授Kwon進來團隊 他們也答應了 之後就繼續研發 後來他們開始寫論文時 覺得應該要找一個在西方比較有知名度的學者來合作 於是找到美國威廉馬力學院的Hung Tak Kim 但第一個Kim擔心研究成果被竊取 所以急著想要發表 而Hung Tak Kim就覺得論文不夠完整 還需要更多工作 雙方意見就不合 結果Kwon就直接把論文發在Archive Form站上了 而Hung Tak Kim得知後才趕快把自己這邊的版本上傳 而且把Kwon剔除掉 這就是最新的消息啦 除非在海外 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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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